造型 對啊 徒步環道 今天 我花了 我們後來 我總共走33天走到台東 然後被困在災區 就泰馬裡面路斷了 然後我們那邊就是都是土 然後我在那邊幫忙救災救了一個禮拜 真的啊 掌聲鼓勵 非常好 後來 就是後來南邊那個南迴公路有點 有土堆一個路我才回來 就是剛好有一個物資車下去再回來 你在那邊大概幫他們做了哪些事情 你看到了什麼東西 我們通常都是 因為我在一個地方叫大午鄉 大午鄉很大 它上面叫大鳥 大午上午 我是在上午最沒事 大鳥整個村子都不見了 然後因為村長的判斷是正確的 所以700多個人都先撤下了 就沒有死人 然後在中間大午是因為潰堤 然後潰堤之後它整個都是岩條 全部都是土 土了半層樓高 然後我們在那邊的話就是幫忙說 把土弄出來 幫一些60 因為那邊都沒有青年人口 它就是50歲 到20歲這個階段都沒有 全部都是小學生還有國中生 老弱富儒 對就是老人 然後我們都在那邊幫那些阿公在那邊清土 對啊 那些阿公都很厲害 就是他們已經60幾歲了 還可以彎腰去弄那個土 你其實看了會覺得很難過 對啊 你就在那邊幫忙弄 那我其實自己弄的也弄到很想哭啊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清完 因為大自然的威力真的太可怕了 所以我在這裡呼籲大家就是 如果真的可以就一日正宅下去幫忙 他們重建家園 對 你家裡有電有水 然後你能夠睡乾的棉被床 然後都香香的 你真的要趕快去付出 因為你得到的福氣已經很多了 今天我們就馬上介紹來賓啦 這兩位是來自 死侍工人會 對 對 今天我們講的是大學要做的十件事情呢 我們起來這兩位呢 他們大學時代就過得非常的豐富喔 首先 歡迎到是我們的旅遊夢想家 楚世穎 歡迎 大家好 我是楚世穎好 楚大哥 聽說你已經這個全世界的國家拜訪超過一百個了 對啊 可是很討厭耶 這個國家越變越多 所以沒有去過國家還是很多 因為國家就一個分成兩個兩個分成三個 誰能像你一樣去那麼多國家啊 對啊 許浩平輸你吧 許浩平 可是許浩平看過的外星人比他更多 對 沒有 我們不走競爭路線 接下來呢 第二位呢 這位這個 這個女生呢 她還是這個走遍的世界 而且現在 對於整個台灣呢 她還是了解非常的多 馬上歡迎到 Janet 歡迎 大家好 Jet妳有沒有這個一些事情是大學時代沒有完成的夢想 然後現在想要繼續 我覺得我在大學都有做到我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我在大學沒有做到的事情 其實我現在還是可以做 所以我覺得我的生活上是不會 因為我現在沒有在大學 我就不會繼續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是 她做過事情太多了 你還是壽司師傅嘛 對不對 你會做術師傅嘛 對不對 打工腰 對 要打工腰 然後又會跆拳道 只要有人說你壽司難吃就踹他 對 好厲害 學醫師 然後你也是急救醫療 好厲害